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是棕色和绿色 还有一个最简单的黏土工具和一把小剪刀 请你们找一个小剪刀 如果你已经准备好了这些工具呢 就请跟着莱老师一起制作吧 首先啊 第一步 让莱老师帮你们画出来 我们还是要记住老师说的这个分层的方法 还记得吗 那你们来看一看我们这只小羊 这个示意图我们要先制作什么呢 对了 我们第一步要先制作它这个大大的身体 因为它在最底下嘛 那请你拿出白颜色的黏土 请你拿出白颜色的黏土 你拿多少 你拿的越多呢 你的这个羊的这个身体啊部分就会越大 你拿的少一些呢 它做出来的就会更小 所以呢 根据你自己的喜好 你来准备这个黏土 好 你们还记不记得如何给它揉成一个椭圆形呢 怎么揉成一个椭圆形啊 对了 第一步啊 我们最重要的图形啊 最重要的永远是这个圆形 很多很多的图形 全部都是从这个圆形开始的 所以第一步我们要先揉成一个圆形 那再然后我们要把它变成椭圆形 怎么变呢 把你的手轻轻的放在上面 上下一个方向 注意啊 一个方向轻轻的揉动它 你看 它是不是变成一个大大的椭圆形了 是吧 好的 然后怎么样啊 我们把这个椭圆形使劲按 别 你看 你使劲按 使劲按 它就会别别的 我建议你这个时候要在桌子上按啊 因为这个桌子很硬 不要把它放在手中心 好 我们来按一按它 你甚至可以把它翻过来一个面 你看看它有没有翻过来的那一个面 比较的平整 这样子 反复的翻过来 翻过去几次 然后再调整调整 它就会变得比较平整 好 有一点点坑坑洼洼的也没有太大的关系啊 这个没有关系 怎么样 你们有没有得到这个大大的椭圆形 很简单 那再然后咱们要怎么样了呢 就要做上面的这一层了 你来看一看上面是哪一层呢 看看 是不是应该是这个脸了 好 听 看我来 看我来制作啊 看我来画 先画出来 我们需要用黑颜色 咱们来用黑颜色 做这个小羊的头啊 我们要先用黑颜色 另外一个椭圆形 当小羊的头 然后左右两边呢 加两个黑颜色小的椭圆形的耳朵 然后呢 我们用白颜色 当 它的眼睛 好 咱们现在完成这一步 黑颜色的黏土 它的脑袋稍微小一些 所以你不需要那么多的黏土 一小部分就行了 重复 重复刚才的过程 先是圆形 先是圆形 然后是椭圆形 然后我们把这个椭圆形按笔 看到没有 我们把椭圆形按笔 我们把它放在身体的上部 上半部分 或者可以顶着这个头 这里 放上去了 然后就是更小量的黏土 我们要捏耳朵 左边 右边 分别 来个耳朵 小小的 椭圆形 小小的 椭圆形 左边按一个 大家看见了吗 左边按一个 右边按一个 看 两个小耳朵 你们有没有觉得 当你这样制作的时候啊 它看起来就其实已经很像一只小羊了 有没有啊 有没有觉得 它其实就很像小羊了 接下来其实我们就是 再给它加上一些细节就可以了 让我来调整 我把这个草图放在这里 我把小羊放在这儿 方便大家观看 这是正空间 好 我们用白颜色 加上两个小眼睛 左边一个眼睛 这样子啊 咱们把这个眼睛制作的稍微有一点细节吧 我觉得这样可能会更好玩 好 一个大圆形 稍微大一点的圆形 在旁边再加另外一个大一点的圆形 圆形哦 好 按笔 你要保证这两个眼睛 是一样大小的 这两个白眼球 然后我们在中间呢 加上黑眼珠 黑眼珠 看 这样子制作眼睛会不会显得很有细节啊 没错 这个就显得很好玩 很有细节 好 再接下来啊 大家来看 我们要揉成细细的面条 在这里一条小特别细的面条 当小羊的这个嘴巴 然后再有一根细细的面条 给它弯成这个形状 这是小羊的鼻子 大家来试试看啊 需要特别特别细的面条才行 怎么揉面条来着 拿一点一点一点点 看 看 一点点的黏土 然后轻轻轻轻轻的揉 轻轻轻轻的揉 特别特别小心 特别特别小心的揉啊 给它揉成直线 好 我需要上量 我需要用两条手轻轻的揉 轻轻的揉 我的黏土很软 所以它有点弯曲 好 那我现在呢 轻轻的放上去 需要借助我的工具啊 因为我的手容易给它捏坏 所以我轻轻的用工具 你看 我把这一条线按上去了 是不是 那我们还需要另外一条线 看看啊 另外这一条线 哦 它实在是太小了 你看 当它太小太细的时候啊 我就 我就会用工具 帮助我一起把它给 安上 我只能借助我的工具 稍微修复一下它 让它变得精细一些 我有没粘正确的地方呢 也不要怕 我们可以就拿我们的工具 进行一些修改 进行一些这个形状的塑造 这里看起来似乎像多了一点 但没关系 我可以稍微给它调试一下 好 我们就让它看起来啊 像这个小羊呢 有一个嘴巴 有一个鼻子 当然了啊 如果你觉得这一步实在是太难了 那也可以不制作它 没有关系的 再然后 咱们需要 做一些这种卷起来的形状 卷起来的形状 放到它的脑袋上面去当它的头发 看看你能不能想象如何做卷起来的图形啊 咱们可以给它揉成一些 这是什么呀 粗粗的大面条 对吧 然后我们再把它这样子卷起来 像卷一个小蜗牛一样 看 像卷一个小蜗牛一样 我们把它卷起来 这是一个蜗牛 老管它叫小蜗牛 这个是卷起来 我们给它当头发 有大一点的卷 有小一点的卷 你自己可以来做决定 这是考验你精细能力的时候 大蜗牛 小蜗牛 大卷或者小卷 小花卷 我给它在头上安了 你们看我给它安了 我的粘土跟纸粘在一起了 OK 那我就不动它了 因为它粘到了我的桌子上 好 你们可以看我安了 一二三四 四个小花卷 四个卷 是不是就非常像 我们这个小羊的头发了 再然后你们猜猜 咱们该做什么了 很简单啊 再然后 哎 对了 是这个小花盆 一个正方形 加一个长方形 这个是我们的小花盆 然后呀 不要忘了 我们得在里面塞上草 确切的说呀 是得我们先把这个草给它做出来 大家来看啊 这个小羊 我们得把小草先给它制作出来 因为它其实是在花盆的更里面 我们可以就简单的揉成 这个什么呀 一边尖一边粗的样子 你们看一看这个图形 一边尖一边细 看到了吗 我们可以多制作一些这样子的图形 然后放在这里 一根草 两根草 你还可以弯曲它 哎 大一点的草 或者小一点的草 再一颗 小一颗 哎 多几颗 少几颗 都可以 看你自己的喜好 它们互相粘在一起 让它们错开 哎 有一种这个草长得很 烦恼的这种感觉 因为我们想让它端一盆嘛 哎 再接下来 制作我们的小花盆 我们要 可以剪出长方形 记得不记得 最简单的是不是就用剪刀剪 咱们可以剪出长方形 或者梯形 或者是任何形状 你们来看啊 好 我先剪出了一个小花盆 记住一定要盖住你的草啊 一定要盖住你的草 让我尝试的去挪动一下我的粘土 让你们看清楚 好 这里能看清吧 要盖住你的草 然后上面 这个花盆的最上边 还要加一个长方形 看啊 我直接揉了一根面条 然后呀 我要把这根面条盖在这个边缘上 大家来感受一下 我要盖在这个边缘上 为什么呢 哎 这样看起来 从正面看起来啊 它会像是一个小花盆 还有一个立体的感觉 你们来试一试 要让它盖住 就特别像一个有立体感 凸出来的一个花盆了 也看到了吗 好的 非常简单啊 今天的小羊就很简单的 好 然后 我们要给小羊的身上 加一些细节 可以加一些不同大小的圆点 当看起来就会像 它的这个羊毛的质感 嗯 你也可以用 你也可以用这个 花卷的这种方式 但是呢 我觉得可能会太复杂 所以咱们就给它 加上一些小点的就可以了 加满 有大一点的 有小一点的 慢慢加 不着急 好 我觉得我加的差不多了 我比较满意 我的这个小羊身上 有各种各样的细节了 你们再看一看 最后我们要干嘛了 看一看我的图 最后要干嘛 加上四 四条腿 这四条腿 细细的 小线条就行 啊 当然了啊 你可以粗 你可以调整它的宽窄 如果你想增加一个细节的话啊 你可以把这个小面条的一端 给它剪开 看啊 你能不能看到啊 给它轻轻的剪开 剪了一条小线 然后一边粘到身上 另一边咱们让它抱住这个小花盆 看到没有吗 一边粘到它的身体上 另一边让它手里抱住这个花盆 记住用的粘土量要一样 不然呢 就看起来它这个两个胳膊会大小不一致 就不好看了 剪开 我的粘土呢 这个非常的 非常的湿润 所以一旦碰上了它就OK OK 我本来想让它抱着这个花的 但是我只能稍微fix一下 不然它就会粘坏了 好 当你贴的时候可以小心一点啊 给它贴到这个花盆上去 剩下来最后就是我们的两只脚 往上的方法底下切一下 这个脚 如果你想让它有一个立体感 像是做起来的 好 咱们这一端 先给它塞上去 你看此时它是竖着的 冲着你的 然后呢 轻轻的看啊 轻轻的给它往下弯曲 往下弯曲 这样看起来啊 你的这个小脚的小脚丝就是这样 有一个弧度立在这个上面的 你可以来试一试 这是两个小杨 这两个小杨呈现了一个坐着的姿势 最后我们就是需要稍微调整一下 看看你有没有想加的 或者是想改变的呢 老师的这个黏土 白颜色的黏土非常非常的黏 你看后面都粘到了一起 OK那我就这样子拿起来给你们看一看 看到了吗 这个就是我们的黏土小羊 如果你跟我一样遇到了这个 它实在是粘贴的太牢固 影响了它拿起来的形状的问题 那你就给它放在这里 不要动让它变干 然后它变干了以后 你再给它拿起来就什么都不会影响了 好吧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黏土小羊 希望你喜欢 那我们这一期就做到这里了 我们下一期再见了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